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正佛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641集的播出 背景很多漂亮的玫瑰 希望用热情来跟大家交流 我们一起来快乐的分享师尊文集甘露 结尾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师尊文集摘自孤影的对话 其中的一首诗 不动道场 我们来播放 启请根本传承大家词 心这心一说 多重生 我说不见不在 心这心一说 半钻半生 我说我是一位神邪三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 请主我住在孤独的涅槃城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 请主我住在孤独的涅槃城 不死这心一说 但是 Hoff人 没为3 在孤独的涅槃城 南摩山曼陀瓦尔阿拉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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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心说渡舟山 我说不见不散 清真心说温存温舟山 我说我是一位神学生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 清真心说温存温舟山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 清真心说温存温舟山 南摩山曼陀瓦尔阿拉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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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里是全佛天空新闻台 又到了我们欢乐,一起分享四尊文集的时间 快乐时光 现在为大家播放的是 世尊文集,故意的对话不动道场 我们再听一次 同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我们读书会直播的分享 欢迎你们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脸书社团 欢迎讨讨讨讨论 experiences 中文集也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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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müssen 文集Donc 教老师 一集选择 行 神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清楚 我住在古东的涅槃城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清楚 我住在古东的涅槃城 南无三万多瓦尔拉拉哈 心者心说独重生 我说不见不散 心者心说半寸半生 我说我是一位神学生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清楚 我住在古东的涅槃城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明白清楚 我一直在古东的涅槃城 南无三万多瓦尔拉拉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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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是中国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六百四十一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 与大家欢喜齐聚一场 哇 这个是不动到场师尊的诗 他说行者喜欢说自己度众生 师尊说他是不见也不真 行者喜欢讲自己是哪个本尊佛菩萨的分身 师尊说我只是一位圣贤僧 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明白 我常住在不动涅槃城 不管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都是如如不动的 这首歌是有那种刚毅的精神 后面要加上不动明的心咒 希望大家喜欢 来看看现场哪些同学上来了 阿里斯坦 佛曲好听 不检不增 跟上师一起唱很开心 阿里斯坦 还有陈正丰 阿里斯坦 阿里斯坦 今天是阿弥陀圣诞 哇 Happy Birthday 阿弥陀佛 许岳伊 你好 我谢谢你 贴来的功课 陈轩荣 DAIMON Joanne Dior 面观令 背景好美 朵朵美观 好鲜艳 面观令 Cady Brana JUNG KING HUANG 谢谢你哦 还有Annie Sen 那个阿伯令 怡保的俊雄 Diamond 灰烈令 陈乔峰 然后那个谁 Alvira Rubina Juan 还有富士景师姐 麻烦你帮我们把这个新闻直播 分享到社团 Binjon 还有Shirri Ling Sokindan 益晨好久没上来 山上太冷了 是在梨山嘛 对不对 那个现在有蜜苹果吗 好 Shirri Ling 那你这个好久没上来 山下太冷 你们现在山上应该是七八度吧 对不对 梨山那边 这个很想去你们那个武林农场 陈立真你好 已经亮亮上来了 王国会贴来功课 黄传义黄玉珍贴来功课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上一集 耶利斯坦说心要宁静要清静 不应该有这个妄想的心 智神的心去体悟佛法 修法不要修到狂禅 自己的修法的心态也要注意 情绪不稳定会影响身体 不清静不健康 疾病就是念头不清静 其实大家都有习气了 那尽量去把它了解 也跟调整了 瑞杰俊念上次心授前要观想 师尊三光加倍 二十分钟以上 那因为这个上一集讲到说 我们在观想 先观想后持之后 大家都观想的太快 其实慢慢观想 加持的更快 好 那观想不要急 在观想之中融入在这个 在观想之中要融入在 师尊光明里面 现在要用无视无心 无所谓的心去修法 就不会执着 修法会偏执 是因为自己的心执着在境界 应该要无视无心 情绪管理很重要 心理会影响生理的 好 那那个就是上一集同门的报告 大家都有很专心在听的 很专心在听课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 哇 法显堂 好遥远哦 Amy Lotus 北马的师姐 谢谢你哦 Edistan 好 还有这个 那个 Amy Lotus 你的女儿有上来吗 Diamond你好 以兴昨天纱布包得比较好一点 今天可以在家里跑来跑去 好 那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那个清风小雨 弟子也会问师尊 你们看到师尊 就是有时候共餐嘛 那一桌吃饭 你们会跟师尊讲什么 弟子都非常的恭敬 然后呢 恭敬到不知道要讲什么 会发抖 那你不讲话 师尊也不讲话 然后呢 你看师尊 师尊也看你 对看 不过在这篇里面 弟子问你 弟子会请问师尊 所以呢 所以呢 你们将来有机会要共餐 我觉得共餐也要做功课 要做什么功课 你自己要准备讲笑话 那或者法物 谈物的报告 或者你修法的心得 你要准备啊 你不是共餐 他只是听师父讲 如果万一师父不讲的话 那你怎么办 你就对看 一直低头吃故乡 低头吃便当 不过在这篇里面 弟子有问师尊问题 弟子 我问说 一如师说 你常常讲佛法密宗 有很多心要的口诀 必须要口传 那那个也必须口传 而且不传六耳 六耳是几个人 一个人两个耳朵 六个耳朵就是第三个 就是师父跟弟子 对不对 一对一 不会再传给你第三个 就是那个 那个心要不传六耳 就是一对一而已啊 然后只能一对一的传 弟子认为佛法度众生 为的是要谱传 谱传度众生 师作 你为什么不写出 所有的心要口诀 来一本心要口诀 那其实师尊有写 写在哪里 师尊文集 真佛密宗密 能不能写口诀 真佛法中法 有没有写口诀 洪光大成就 密教奥义书 法王新境界 还有师尊很多文集 三摩地玄机 早已经把口诀写了 写了很多 开示也讲了很多 所以师尊已经写了 已经讲了 那弟子还要什么口诀 对不对 给你一个口诀 到一百个口诀 那你如果这个口诀 你都一样 你都没有去修 没有去深入 那写这么多口诀 在做什么呢 那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们有看 密勒日巴大师传机 那密勒日巴大师 后来就传给这个 刚波巴 那这个 他当然还有很多 新药的弟子 那刚波巴 这个大师 他就请问 这个师父 说师父 你这事 你修行成就 你修行的成就 口诀是什么 哇 密勒日巴大师 把衣服 拜托 后面 背面 哇 一道一道的疤痕 而且很深 大家都知道 密勒日巴大师的传机 他以前呢 因为有修这个降报数 那这个报仇 然后害死了很多人 遇到 马尔巴大师 为了解除他的罪业 给他种种很严厉的考验 叫他盖房子 盖圆形的 不对拆掉 三脚型的 不对拆掉 方形的 不对拆掉 哇 那他从 这个盖房子 不是平地盖的 是从 三脚下扛木头 砍到山上去 嘿嘿嘿 对对 这个你去爬山 爬看看 你那个 爬 爬几百公尺 你爬上看 那你看 你看密勒日巴大师 哦 所以呢 他那个全身背部 都是伤痕 都是这个师父 给他考验 来免除他的几个很罪 很大的罪业 很大的业障 所以呢 这个弟子以为说 哇 师父修法很轻松吗 结果那个师父说 你看我背部 弟子看了 哇 跪下来 对不对 我们都还是有好玩的习性 对不对 那 所以口诀在哪里 其实师尊已经常常给我们视线了 那我们还不满意吗 师尊已经讲了 我们还不满意吗 所以弟子他就问这个问题 我如果在旁边的话 我会跟他讲 密中密有没有看 法中法有没有看 法中法有没有写到口诀啊 有啊 对不对 你说大礼拜的口诀是什么 自信虚空 普理虚空 你拜下去 你不是拜一尊佛 你是拜千千万万的佛 你是顶礼佛 也在顶礼佛性 还有呢 去除自己的傲慢 自信虚空 自己是佛 那顶礼所有的佛 哦 你说真佛大供养 对不对 结供养手运 哇 虚弥四周病日月 化珠珍宝供养佛 哎哎哎 一直念 这就讲 布施的 公养的口诀是什么 布施无所求 哦 对不对 所以呢 在密宗密法中法里面 讲到很多口诀的啊 你说观音的口诀是慈悲无量啊 哦 对不对 那阿弥陀佛的口诀是一心不乱啊 哪里没有讲口诀 有啊 我觉得讲好多 只是讲到我们太多了 我们弟子啊 就是觉得还 还要更快 修法有要还要更快嘛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弟子说 师父你为什么不写一本 口诀心要 你觉得呢 安娜欧欧你好 成仁和 余正宏 由美赖 谢谢你的功课 哇 成仁和师兄好久不见了哦 可力力 莲花秀力 高王金 五十遍 最近师兄开始还在讲 成仁和师兄 对不对 念了八百万遍 上师行咒到 马哈双眼池 对不对 人家这个一法深入 一法深入就是口诀了 那你一步一步很坚定去修 就是口诀了 没有什么了 立萨令 正明达 廖金山师姐 哎呦 这个 其他都是在回复的 大家彼此打招呼很好 好 王国会贴来了功课 谢谢 好 所以那弟子这样子问呢 师尊怎么讲呢 师尊还是非常的有耐性 哇 成仁和师兄说 并不是所有的口诀 弟子都能够修 某些口诀是需要师尊清观 哎 我告诉你还会梦视 对不对 有时候虚空中 你入三魔地 你也要有入三魔地 或者专一的基础 对不对 不是说 哇看到师尊就 我要这个口诀 我要那个口诀 那你知道说 你秘法 师尊呢 就是法都谱传 然后一切供养随习 供养随习 大家就比较随便 我有一个亲戚 在社子 在台湾的社子岛 他呢 也去找一个秘宗的 上师给他灌顶 你知道灌一个顶 多少钱吗 灌一个顶 一个顶台币十万 马币是一万多 对不对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 对不对 一万两千还是一万三 对不对 灌一个顶而已 那还有像我们非常小气 一百块灌一百个顶 一百马币灌一百个顶 人家真正的灌顶是这样 还有以前的祖师是翻山越岭 以前没有飞机 只有走路 顶多是骑马 翻山越岭 去找自己的师父 多对 然后求得灌顶 而且还要准备很多自己的家产财宝 那还有像我们师尊那么慈悲的把他捕穿 所以师尊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来赞叹我们的师父 大家要很珍惜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难得 那但是弟子还是要知乎的心教口诀 师尊讲这个问题 在密教的纲领有说明 第一个呢 在大密宗的谈 谈称仪轨是非常的繁重 如果不亲自传授 则其结构曲折 纤维 虽有祥名的书籍 但为实地的练习讲解 那文字呢 也不能够写得很详尽 你说啊 我想知道某个金刚法的口诀 某个佛母的口诀 啊 你 你不告诉我 好 我去找网路 你找吧 所以你看师尊之前讲 密教智慧见 密中道次第广路 那个谁翻译的 虽然是中卡巴大师讲的 然后不是某某人翻译吗 哇 写的这个文字 他当中几个要诀给你拿掉几个字 你就看不懂了 你说道果 现在师尊在讲 毕瓦巴祖师的道果 你看了 中间几个字给你拿掉 或前后顺序给你稍微颠倒一下 你也是看不懂 所以呢 为什么师尊要讲 密中道次第广论 就是现在的密教智慧见 为什么师尊要讲道果 那把他其中的秘密 又把它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 哇 还有讲洗金刚讲义 哇 我师尊讲了很多密教的典籍 你会觉得说 这当中如果没有师父亲自告诉你的 还有亲自示范的 对不对 那你哪里知道的 所以呢 为什么要师父亲自讲说要 而且呢 现在网路直播 非常的厉害 你们有没有看师尊的网路直播 再怎么忙也要看重播 有没有追 有没有追师尊的开示 对不对 师父都已经讲出来了 你说听过 我告诉你 听第一次 还要听第二次 还要听第三次 而且呢 最近有同门说 上师晚上睡不好 为什么睡不好 哇 什么什么原因啊 压力啊 谁谁谁 然后或者干扰啊 睡不好 请问上师该怎么办 我说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睡觉之前观想自己躺在莲花上 然后播放 播放一个东西 播放一个非常珍贵的开示 只要师尊在YouTube任何的开示影片 大概一个小时 你把它按下去 不用按很大声 你都一直听 这个有时候我听 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啊 已经听不到声音了 你醒来 已经早上六七点了 哦 对不对 有一次我就跟师尊讲 师尊你的开示有加持力 所以说 为什么 我说 晚上如果睡不好 我就给他放 放你的开示再听 就说 哈 虾米 你把他当摇篮曲 哈哈哈哈 就加持力 传承加持力 而且一边听师尊开示 你自然就会结界了 就有一个结界的力量 或者你在听师尊开示的时候 你赶快祈祷师尊 赶快祈请师尊 那师尊的声音在你旁边 一直耳朵在讲讲讲 在讲开示 对不对 哇 就是师尊已经进来了 他的法身进来 在你的周围 赶快祈请师尊 放光 你的床 对不对 变成一个白光 照着 或者白色的 莲花通水的 红光 照着 也是一个结界 很好睡的 不信的话 你试试看 好 再来看看有谁 那个 以心的确 密教的每个法 真的是要供养跟们上师 灭热日巴的故事 我看了才知道 密教真的要修的话 不是每个人真的能够修 你跟亮亮也不一定能够修 林尊 陈林尊 好 由美赖 我们师尊很慈悲 普渡众生 我们是真佛弟子 好 哈干佑 美光令 要珍惜名师 难得稀有的师尊 Janice John 问候大家 不用挂令 心必四百 这是什么东西 阿Ken师兄你好 欢迎大家一起上 双联词 陈仁和师兄 谢谢你哦 林秀英 读书会大家好 陈仁和 并不是所有口诀地址都能够修的 刚刚留言听过 哇 反而越听越精神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所以那个密教的口诀 不是文字 你看了文字 看了法本 你就会的 还是要自己的师父 亲自来教导你的 师尊讲说 就算是火供法 也是要看师尊 亲自示范 亲自教导的 嘿 你才做 不是慢慢手印比比 呸呸呸 这样好了 不是啊 不吃 不亲自演练 光看书本 都很难下手 这口诀很重要 你说读书 读书要不要口诀 也要啊 以前你们那个 有没有 有没有学那个短字口诀 以前在背课本 背那个中美洲 美国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北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跟南美洲 中间有个中美洲 中美洲有哪些国家 墨瓜撒红尼哥巴 以前我就编 编了几个 墨瓜撒红尼哥巴 七个 七个国家 墨就是那个 墨墨的墨 西瓜的瓜 然后那个撒 突然变红了 你就把它割下来 把尼哥巴 墨瓜撒红尼哥巴 墨西哥 墨 那瓜地马拉 撒瓦多 弘都拉丝 尼迦拉瓜 哥斯大里迦巴西 墨瓜撒红尼哥巴 口诀背起来了 你会不会背 啊啊啊 这个就是 我以前背中美洲的 所以每次都我要记个字 墨瓜撒红尼哥巴 黑色的瓜 如果变红了 你就把它割下来 墨西哥 瓜地马拉 撒尔瓦多 弘都拉丝 尼迦拉瓜 哥斯大里迦巴西 没了 就是中美洲 你们现在有没有背起来呢 对不对 吃着讲 睡觉 sleeping 死在瓶子里 Banana 就是白奶奶 吃着是背英文的嘛 对不对 还有个什么 菲利达菲亚 是什么 费城 菲利达菲亚 这个也是师尊被制的口诀 有时候压力来 真的是无法睡觉 只能念上师心咒 念到几十岁了也不知道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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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读书都有记忆法口诀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现在教小孩子念书 这也不是死记的 好像死死的去记 有时候教小孩子背一些口诀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不然看他读书读得很辛苦 对不对 你看我家 我跟你们讲 那个中美洲那几个国家 啪一下就记起来了 中国历代 有哪些朝代 对不对 哇 你编个口诀 你会记起来 所以很多的记忆 很多的记忆 有时候是用口诀的 你说口诀 口诀是会很会用 今天呢 也想跟大家介绍 介绍个口诀 介绍什么口诀呢 我看看 把它打开来 六大穴道止痛的口诀 这个止痛好口诀 就是说原因为什么会讲到六大穴的止痛 他说那个在哪里啊 维也纳大学腹色医院有一个麻醉科的跟重症治疗科学博士 有一个博士 医学博士 他那个在治疗病患的时候 那病患好像这个病状就突然发作了 然后就送到医院 可是呢 因为那个中间可能会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哇 在送的过程中 病患非常痛苦 所以呢 他就研究到中国的中医 他有那种穴道把它压下去 然后可以止痛的 所以呢 他又请了这个 他就研究了 他就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 真的用了六大穴道 的确是可以把那个病患 在很痛苦的时候 让他那个迅速的止痛 而且达到效果 满意度也很好 那那个有一个叫林口长根医院的 还有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台北分院的针灸主任 那些医师 他们会诊了 中医有六大穴道是最基本的 可以帮助大家止痛的 那今天在读书会的时候 也把这个 既然要讲口诀 也把这个口诀 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呢 口诀是面口和骨收 脸的面 对不对 口是嘴巴 合作的和 山骨的骨 面口和骨收 那就是说 我们的手 对不对 这个是手 手这边 那个中间呢 有一道横 对不对 这边 这边有一道横 然后压下去 鼓起来的地方压下去 这个穴道叫做和骨穴 它是指 它这个专门制什么呢 制你的脸部的 脸部的疼痛 还有包括什么 头痛 眼睛痛 眼睛痛 牙齿痛 喉咙痛 脸部的 面骨 面口和骨收 第一个口诀 就是面口和骨收 把这个穴道压下去 你会有酸酸麻麻的感觉 专门制头痛 眼睛痛 牙齿痛 喉咙肿痛 我有学一点针灸 我那个针灸 啪 我会用右手 扎那个 和骨穴 扎一下 消除疲劳 眼睛都快水下来 扎一下 不过呢 你们如果没有学过 不要乱扎 这个是面骨和骨收 面口和骨收 第二个学到 叫做 肚腹三里瘤 肚子 肚子肠胃的 肠胃的疾病 叫三里 三里是什么 竹三里 竹三里是我们的膝盖 膝盖外侧有个骨头 膝盖外侧骨头 大概三个手指头 还是四个手指头的地方 想看 它是在四个手指头的地方 你膝盖旁边外侧有个骨头 四个手指头下来的那个穴位 好 这个是指 这个解救我们腹痛的 我看看 这个 和骨穴的 和骨穴的 这个 我看看 给你们看穴位在哪里 等一下 你们看看 这个 这个应该是很基本的穴位 好 就是在这里 你们能看得到吗 这个叫竹三里 竹三里 就是在你的膝盖附近 膝盖附近的穴位 简单来讲 就是你的膝盖旁边有个骨头 然后四根手指头压下去 然后在四根手指头的下面 在外侧压下去 是肚子的毛病 肚子哪些毛病呢 肠胃问题 胃痛 胃筋软 脏气 消化不良 奢侈肠 潜瘫 便秘跟肚子痛 好 这个是第二个 第二个叫 肚腹三里 流 这个穴位叫 竹三里 肚就是肚子的肚 腹部的腹 一二三的三 几公里的里 然后流 我告诉你 这些资料 在今天的贴文 我已经贴上来了 所以等一下 读书会之后 你们想看资料 在今天的读书会 贴文都有 哇 慧经够 还有 姬灰六 Alistan 张登云 哦 什么 不是 慧经上师有抓到重点 是什么东西 但那叫 成人和 师尊虽然传了密法 弟子必须很精进 很有毅力实修 许多年才进步一点点 不容易 你很客气 Alistan 有压力 就会念上师行奏的 我把这六大穴道 跟大家介绍 再来我们再 七请师尊 好 合骨收 就是专制 面口眼睛头痛 你可以看 今天的读书会的贴文 有贴到 好 再来就是 已经中医的针 就是一个礼拜 做一次才有些 再加上稍微去运动 要看看情况 所以呢 肚子痛 送到医院 哇 怎么办 就是先按 按压竹山 你在你的每个 那个两个膝盖那边 的外侧 四根手指的地方 竹山里 脸痛的话 牙齿痛 头痛 就是按颌骨 好 第三个穴位叫做什么 妇科 三阴交 妇科毛病 对不对 女人的经痛 对不对 肚子 这个 残腹痛 那个腹科疾病 精痛 惨痛 跟年期综合症 都可以按压 哇 三阴交 这个穴位在哪里呢 是在你的脚踝 那个脚踝 脚踝的上方 我看几根手指头的地方 脚踝的 也是四根手指头的上面 这是脚踝 对不对 脚踝上面四根手指头的地方 按下去那个穴位叫做三阴交 三阴交的穴位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在哪里呢 图片 哇 对不对 三阴交的穴位 你看看 三阴交是不是在脚踝的上方 四根手指头的地方 在内侧 这个叫三阴交穴 专门治妇科的疾病 还有女生经痛的疾病 这个就是妇科的三阴交 还有哪一个穴位呢 腰背尾中球 哇 那个搬运东西 腰痛背痛 有没有 那在你的膝盖 这是你的膝盖 里面内侧 中间的那一点 叫做尾中 尾中穴 腰背尾中球 这个尾中 在给大家看 尾中的穴位在哪里呢 就是在你的膝盖的背面 有没有 膝盖的背面 尾中穴 有没有 这个尾 尾脱的尾中间的中 尾中穴 有没有 就在你膝盖的后面 这个穴呢 是指什么 腰背的痛 腰脊背痛 坐骨神经痛 背侧下肢活动 不等 不变等等 这个就是尾中穴 第五个穴叫做 内观穴 内就是内面 那个内心的内 观心的观 内观 内观心胸肺 哇 你的胸痛心痛 在这个层面的 还有胃也是 他讲咳嗽 气喘 呕吐 胃痛等等 叫内观心胸肺 内观穴 在哪里呢 在你的两个 这个有两个肌 两个肌 然后呢 这有两个横纹 下面四指 四指的地方 四指的地方按下去 就是内观 内观穴 好 给大家看看在哪里 内观穴 是指你的胸部的 胸部疼痛的 这个在这里 哇 给你们看一下 内观穴 有没有 在两个横纹的下面 四根手指头的地方 就是内观穴 内观穴呢 专门治这个胸部的 胸部咳嗽气喘的 如果有气喘 胸部不大 你就把它按下去 是不是很刺激 这个叫内观穴 内观心胸胃 好 第六个穴 叫做外伤 阳灵犬 外伤的 这个 关节炎 五时间 运动伤害 扭错伤 落枕 睡醒 啊 那个枕头外 很痛 有没有 这个叫做阳灵犬穴 阳灵犬穴 我比较少用 脚腿的外侧 飞骨小头下方凹陷处 等一下呢 在这个读书会直播完 你们去看都有 还有网址也会给你们 你看膝盖的外侧 哇 这个是阳灵犬穴 有没有看到 这个穴 阳灵犬 在膝盖的外侧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这个穴位是 做治什么呢 这个穴位是 关节炎 关节五时间 运动伤害 扭错伤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中国的老祖宗 真的很厉害 六大穴位 有河骨 脸口的 有竹三里是腹部的 有内观穴的 是胸部的 对不对 有妇科的三阴胶穴 有阳灵犬是外伤的 膝盖的 所以呢 他讲面口和骨收 肚腹三里流 妇科三阴胶 腰背 腰背 尾中球 内观心胸胃 外伤阳灵犬 这个穴 哇 这个 我把它贴出来 现在读书会直播 我现在把它贴出来 让你们看到 等一下 然后你们就知道说 这个基本的穴位在哪里 好 等一下 我把它 我现在就帮 竹三里是腹部的 有内观穴的 这个胸部的 对不对 有妇科的三阴胶穴 有阳灵犬 是外伤 好 现在我把它贴出来 有没有 面口和骨收 肚腹三里流 有没有 妇科三阴胶 腰背 尾中球 内观心胸会 外伤阳灵犬 对不对 然后呢相关资料在今天的读书会 的贴文就有贴了 还包括网址 也就是说在中医 其实有很多的汤头割绝 还有穴位的割绝 穴位的口诀 还有汤头割绝 所以呢 你学任何知识都有它的口诀 何况是密教的呢 Danny Guo 你好 中间我们先插播 我们一起来唱 南无华光自在佛 请尊贵的根本传上师 给我们伟大的加持 南无华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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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师尊长驻世间长转法轮 五驻涅槃 谢谢师尊给我们一直的讲口诀 已经非常的殊胜了 谢谢你传了这么多的殊胜的密法 感谢你 好 Danny Gould 你好 还有这个乙星 以前再去看中医到最后 因为腰椎有开刀 只能说偶尔去推拿 看看哪个中医西哪个好 Diamond 内关穴能够防止胸痛咳嗽气 转心觉 气觉管输缓心脚痛 以及其他人在念 那么华光自在佛 好 这个是中医的口诀 中医还有汤头歌诀 那个什么四君子汤 你说那个什么 四物加四君 就是八针 八钉 还有十全大补汤 都有很多的 这个在伊里奥里 在中国的古老的老祖宗的智慧 都有很多的歌诀 有很多的口诀 对不对 那一个知识的流传 那我们那个密教呢 是那个口诀呢 不是一般人 你这个师尊会讲那个谱传的 谱传的口诀 师尊已经讲很多 其实我觉得有的蛮深奥的 那这个更深一层的 那就是要责人清传的 要选择的 随时的讲 包括密教的真言泛音 密教的咒音 对不对 如非师尊清口 由他师传授 也不一定能够吻合 哇你们在念咒 对不对 百字明咒怎么念 百字明咒 师尊的咒音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那这个师尊念的咒音 那这个师尊念的咒音 所以呢 你们有没有去听 师尊念咒的咒音 网路搜寻 连生活佛 轻送咒音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密传的 你说你喜欢 你喜欢念自己的咒 也是可以 不过呢 你如果去听 习惯了师尊的咒音 其实这个加持力 是非常的殊胜的 还有那个 我记得网山咒 南无阿弥陀佛耶 陀他驾陀耶 陀地也陀 阿弥陀佛皮 阿弥陀失丹佛皮 阿弥陀皮疙伽兰佛皮 阿弥陀皮疙伽兰佛 切迷你切切那 只多驾你 三哈 这个是师尊念 网山咒的 高王经就台语的 高王经就台语的 高王观世音真经 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经 佛国幽缘 佛法胜音 长龙五经 幽缘佛法 所以用台语音的 已经说 哇 学师尊百世民宗念慢一点 好像要念得比较久 对呀 你们要那么敢干嘛 对不对 一旦比较喜欢 看中医 少看西医 好 那就是周音 有传承的发音 非亲口不亦得 其正 好 再来第三 人的本觉 人 人呢 本身 其实都有佛性 可是呢 师父是已经开悟的 自己还是有业障的 那你自己有业障的 你怎么跟开悟的比 你当然是要跟 开悟的 先证悟的来学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新药口诀 你如果没有跟这个已经开悟的去学的话 你自己慢慢摸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这个新药口诀是要跟开悟的 已经证悟的 其实不只是开悟 还有证悟 开悟呢 是礼物 还有证悟呢 是真的是见证 然后呢 修到已经到地头了 已经修到这个成就佛果了 所以呢 新药口诀 不可以忘传 重罪生者 不但无效 且以获作 你这个人恩气不够 你去传 对不对 有人哦 那个刚归衣 就要求护魔灌顶 啊 你刚归衣 要求护魔灌顶 会不会太可爱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修法不 这个比较难相应 跳极 对不对 跳极 那个中文有个字叫裂等 打裂的裂 犬字旁改成竹字旁 叫做裂等 就是跳极的意思 你修行跳极 不容易相应 犯戒不容易相应 那就 就根本就不是相应的 心术不正也不相应 所以这个修持 为什么会那么慢 然后呢 你要跟正悟佛道的人学 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根气不够 你去硬硬教 那教的人也翻页 接受的人也翻页 都不行 对不对 所以密教十四大戒 有个惯性不具受密法 这个根气都不够 才刚归 你就要关 那个护魔法灌顶 要大法灌顶 这就是惯性不具了 好 就是兵业 还有 尔瑞佛寺 密教的周音 跟随师尊 轻送的周音 能够得到 传纯的大家持利益 好 然后呢 所以心中心意 如果写成书 那个 业障重的人 胡乱用心中心意 招请如来 岂不获罪 岂不造业 所以呢 也有弟子要跟师尊 求很秘密的法 那个 先天无极正法 如果没记错 有个名字叫先天无极正法 结果师尊用佛音 看哇 那心术根本不正 还有好营 好色 心术不正 想要神通 想要赚钱 一看 所以说 以后有机会再看 对不对 师尊会看弟子的根气 好 第四呢 密教容易得神通 如果看了心要口诀 但是不发菩提心 修佛不成 反而修成了魔 所以心要口诀 是要传给发菩提心的人 没有发菩提心 也不能传 为发菩提心 而得大法 是五无间地狱之作 所以师尊呢 当年在开示 讲密教智慧剑 第一侧 师尊提到 金刚守菩萨 有讲一句话 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是没办法修密教的 所以你是为自己学吗 你有没有回向众生 愿同念佛者 同生极乐果 对不对 跟你一起修的人 都一起 证悟到佛性 证悟到佛道 有的人呢 好像说 哇 他自己 这个比较 容易敏感 体质 会觉得被干扰 一干扰 不舒服 爬来爬去 痒来痒去 痛来痛去 他自己就 非常的生气 愤怒 或者不舒服 或者害怕 种种 我告诉你 就算被干扰 也要发菩提心 因为呢 是你有缘 有业障的缘 有业缘 才会被干扰 你要感谢这个被干扰的 而且你还要发菩提心 你在修法的时候 你去承受这个业 是你应得的 你要常常这样想 这个 这个 达摩四论 有个行叫做 报冤行 报仇的报 然后那个 冤业的冤 那行为的行 就是你现在所承受的 是在还业障的 这个因果业啊 是很公平的 那你用 报冤行 用菩提心 去 回向 然后呢 所祈求的 师尊的光明 他那个光明 会让 冤业的心 柔软 软化了 让你不要受到 那么大的苦 所以他跟着你的心 你都厌恶 赶快滚 赶快走 你不要干扰我 连冤在主 你都不愿意度 那你的业障 你如何消呢 而且这个 都是有冤结的 都是有业障的 我举这个例子来讲 所以你现在所受的 那让你这个福分啊 怎么样啊 事业怎么样 人事怎么样 我告诉你 都要用报冤行的 的心来看 你现在所受的 都是过去式的业 你要去认同这个业 要去接受这个业 你要对这个业 业障更发菩提心 希望 佛菩萨放光 来柔软 所有自己 跟所有的业 然后呢 大家在佛光里面 一起成佛 最后你跟所有的众生 佛性都提升 所有的业都变成 莲花童子 升空 要有这样子的心态 不是说 不要看到我 业障去除 去找别人好了 连业障都要发菩提心 那你何况是其他的 所以呢 我每次在念回向祭 同本常问 上师怎么回向 我告诉你 就是用发菩提心 的那一种广大的 你说释迦牟佛 都舍身为虎 对不对 自己人身都舍掉了 去喂老虎 割肉喂鹰 都去舍 你没有这种发菩提心 如何成就 所以 虽然是比较辛苦 一方面是自己的业 一方面你在修这个密教 密教是很大的法 你如果能够进入佛的心 菩萨无畏的心 还有菩萨很伟大的菩提的心 还有每个本尊的愿 师尊的愿 金刚萨多的愿 师尊讲 你在修法 都要知道 你本尊的愿望是什么 你按照他的愿望去修 你的心住在愿望 你就不会很在意 是这样子的 你心住在菩提心的时候 那有时候一些夜象过来 你也不会很在意 你不会很在意 他的心就软了 因为你反而 他让你那么痛 那他可能比你更痛 你会觉得 他可能他在那边得不到解脱 他一直在那边 翻来覆去 因为脚来脚去 有个执着 又有个念头 没办法往生 所以你念经念咒 一定要用发菩提心的大爱 去回向 愿我今天念的上师心咒 愿我念的高王经 希望佛光加持你们 心情安稳 不要害怕 佛光加持你们 佛性起来 每一个众生都是一尊佛 你要再回向 这样祈祷 希望所有的众生 共同证得佛性 每个直接成佛 观想他们直接成佛 观想所有的众生 成为莲花童子 所谓的愿亲在主 其实都是莲花童子 所以之前带你们念 我就是莲花童子 到最后我们都是莲花童子 为什么我们 因为燕君在主 也都是莲花童子 不是只有你成佛 别人也要成佛 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 你发了菩提心 你的果位 你的精神 你的那种心愿 才能够跟本尊的心愿 是一致的 那你在祈求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着急 至少观想会比较容易 清楚了 好 第五密教的宗旨是 身不可测 非大根气的不能够学 如果谱传小根气 小根无知者一生 棒法棒佛 那个根气根本不够 一听哇大法是这样 他生了毁棒之心 还没度众生 就对众生产生了 那个有损害的 所以心要口诀不能写出来 就是有五个要点 为什么 师尊不把心要口诀写出来 更大的心要口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所以 这个从师尊的分析里面 哇 请问上是网路修法的开始了吗 我这里不是网路修法 我这里是读书会 网路直播读书会 网路修法的 我也不知道网址在哪里 Google搜寻一下 不过呢 欢迎你每天晚上十点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 读师尊文集 读师尊文集 发生在自己身上都是有业障 要亲近自己的身口意 对不起 还可以听到最后几句 SK乐 南珠教你好 吴秀吉 谢谢你天来的功课 没了就是慧君够 就没了 所以对 慧君上次说的 对刚过一很多心境头们都会问说 可不可以灌顶 灌顾摸顶 建议他修一段时间 就是病院 中药比较温和 西药 西药是这样子 慢性病的 要调理的 用中药比较好 那你那个很急的 发炎的 你发炎的 用西药来供是最快的 这是我的看法 吃多了会手软 所以西药如果你供了 那那个消炎消了之后 还要用中药去调 但是吃药还不如吃什么 食疗 食物的食 疗养的疗 对不对 你这个人缺甲 那你就多吃香蕉 吃葡萄柚 就是食疗 对不对 你这个人缺点 缺点 一个石头 在一个 那个刺点的点 如果缺这个点的话 就多吃海带 所以呢 每个食物都有 它的特性 好 Richard Ginn 面向咒音 跟随师尊 轻送的 能够得到 传承大家之力 好 还有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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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师尊开始过 发布地心 很重要 对 你会的 Gary 你好 这个亮亮不能修 好了 时间又快到 11点了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 伟大的师尊 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还没有 过来 跟着师尊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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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密歐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埃斯坦说 修密教 身心要能够得到解脱 要请尽身同意 气脉明点 身心要一如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弟子问 为什么失责不写一本 密教的心要口诀写成书 其实这心要口诀已经写很多了 更深的一定要看弟子的根气 弟子要学心要口诀 要跟已经开悟的正悟佛道的人学 尽量学师尊的咒音 你要明白心要口诀 也要发菩提心 要守戒 这个就是师尊 今天为大家讲的 一定要师尊口传的 好 给师尊 祝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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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四了 明天星期五 这一周又快要过了 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十点 继续来收看 联圣火佛文集 网络直播读书会 也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视频 按赞转贴分享 大家拜拜